而苏拉台风现在已经远离 但是位在南投山区的尊鱼场 被土石给掩埋 上万只的尊鱼统统死光光 业者惨培 在台风当天 这个鹿骨乡竹林村民 拍下了大水冲入民宅的画面 十字路口的马路成了湍急的河道 而野稀暴涨 滚滚黄水直奔 路面成了河道 这水流强劲直冲家园 鹿骨竹林村20户受灾 另外在通往凤凰村 一林的道路上面 大批泥土巨石将道路给淹没 连外道路中断 上百位居民还过着断水断电的生活